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成立的时候 94岁的梁树敏先生 他第一个出席发言 他说 梁树敏先生 在这篇内文里面 他写到 人一辈子 首先要解决人和物的关系 再来就是解决人和人的关系 最后解决是人和自己内心的关系 就像一只出色的斗鸡 他要想修炼成功 必须要漫长的过程 第一个阶段 没有什么底气 还气势汹汹 像无赖般的叫嚣街头的小混混 第二个阶段 紧张好胜 言如指点江山 积养文字的年轻人 第三阶段 虽然好胜的迹象 看上去已经全明 但是眼睛里精气有蠢 说明气势未消 容易冲动 到最后 呆头呆脑 不动声色 身怀绝迹 密不适人 这样的鸡踏入战场 才能够真正的所向平民 那这一篇的文章里面 其实也就告诉说 我们人的一生 人的一生 不是只有在一个生活的层面而已 我们怎么样透过 一个生活的一个层面的种种 来提升自己一个生命的层次呢 其实梁树敏先生的这一篇修念 他跟庄子的达生篇斗鸡呢 其实有他雷同之处啊 在庄子里面呢 这一篇文里面 他就是写到 有一位季先生 在替这个骑王在养鸡啊 养的这些鸡呢 并不是一般普通的鸡 而是要训练好去参加比赛的斗鸡啊 那季先生呢 才养了十天啊 这个骑王啊 他就非常的不耐访 他就跑来问说 我的鸡你训练好了吗 你可以了吗 这个季先生呢 就回答他说 还没好 这些鸡呢 还很骄傲 自大的不得了 过了十天呢 骑王又来问 季先生还是这样回答 不行啊 他们现在一听到声音 一看到人影的晃动啊 他就惊动起来了 又过了十天 骑王又来了 当然还很关心的是他的斗鸡啊 季先生说 不成还是目光犀利啊 盛气灵能 十天之后 这个骑王啊 他就已经不抱有希望 来看他的这个斗鸡了 没想到这个时候啊 季先生就说啊 差不多可以了 鸡虽然有时候会提叫 可是不会金方 看上去呢 好像木头做的鸡 精神上完全是准备好的 其他的鸡 只要看他这样的一个状况啊 大家不敢来挑战他 因为不知道他到底 他的功夫的底蕴 到底有多高啊 所以呢 不敢有人来跟他挑战 所以呢 从这个专子 甚至梁先生所说的这个 鸡 斗鸡里面呢 其实也让我想到 我们时常会讲到所谓的 大字若语啊 有些人 他是很有智慧 他的技巧也很高 也很勇敢 但是他平常 他都是非常的谦虚 非常的 做人非常的 一个 他不会把他自己 所有的一切 把他表现出来 他能够内涵 就蕴藏他自己的能量 但是当遇到 真正要去使用 甚至要真正的 要去帮助别人的时候 他却可以把他 最好的那一面拿出来 来帮助别人 所以 其实 人的一生 我们是要经历 一次一次的成长 那从这里面 也让我想到 大师一直告诉我们 人 就是要在做中学 从这个做里面 慢慢来涵养自己的心性 慢慢来增长自己的经验 当你 做得多 看得多 其实 你会觉得说 其实 外在有很多 比我们更高的人 更有能力的人 那我们自己 因为不认识自己 我们都认为 我们比别人高 比别人厉害 其实 未必 因为 这世间上 墙中自有墙中手 那我们 每一个人 在不同的领域 都有他 不同的领域的一个 他自己可以 胜任的一个 他最主要的一个 能力 所以我们不要 认为说 这所谓 去看到别人 好像没有所表现 或者是没有说 什么样的状况之下 我们认为别人不行 我们不要只看在一个外向 所以这也让我想起 在日本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 一个公案 就是一个武士 跟一个茶师 他们所对待的 他们所对话的 一切的一个现象 在江户时代 有一位 非常有名的主人 应该是一个富商 他养了 就是他们自己家里 都有一位茶师 他养了一位茶师 那这位茶师 他的工作就是 每天泡茶 给这位富者喝 那有一天 这个富翁 他想要到 江户的城市 去办事情 但是一想到 说要离开很多天 他说 他就带着茶师 要一起去 茶师就跟他讲 现代的社会 非常的动乱 我是一个茶师 是一个非常弱弱的 我没有武功 我怎么跟你去呢 如果发生事情 怎么办 那个茶师说 没有关系 你就穿着 武士的服装 跟我一起去吧 你就穿着 武士的服装 腰 你的腰 就配一把剑吧 就这样 就一起 两个人 主仆的二人 就一起到了 城市里面 去办事 当主人 去办事的时候 这个茶师 就想说 要到四处去逛逛 他忘记 他自己 自己现在身上 所穿的是一个武士的服装 所以他在接受 在走路 在街上走路的时候 碰到一位真正的武士 他因为 他的 因为没有自信 比如说 因为穿了 这种武士的服装 因为他不是他自己的 所以他走路的样子 就是非常笨拙 这个武士 就看到他这样 所以他说 来我要跟你挑战 你要跟我比武吧 他就很害怕 他就跟他讲说 我并不是一位武士 我只是一位茶师 他说 如果你是个茶师 你怎么敢穿 我们武士的服装呢 不行 你还是要跟我比武 那这个茶师一听 就觉得说 怎么办 然后他想到 刚才要走来的时候 刚好有一间 武馆 这是教武术的地方 他说 我要去 去拜师学义 他就到了那里 就跟你面的 教导的老师说 能不能教我一个 让我自己能够 很庄严的 很隆重的一个使法 这个老师就讲 奇怪了 很多人来到我这里 都是要学的是 怎么样去胜过别人 能够去求生的 一个方法 只有唯有你 你来 只是为了告诉我 你怎么学到一个 很庄严的使呢 然后这个茶师呢 就跟他讲的这些事情 刚才所发生的事情 这个老师就讲 好 你竟然是一个茶师 那麻烦你 你现在就泡茶给我喝嘛 你就把它当作 你可能 你的今生 最后的一次吧 这个茶师一听到 可能是我今生 最后一次的泡茶 他就非常专注 在他的每个当下 怎么去温杯 怎么去热水 怎么去怎么样 他都非常地专注 他每个当下 泡好的最后的一次的茶 奉给他的老师 他的老师喝了说 这是我喝过最好的茶 老师就告诉他 用你刚才那泡茶的态度 你去面对你的敌人 你是可以胜过他 为什么 唯有你在当下 你非常专注你的每一个动作 你的那种心的瓶颈 其实你的内心 已经增长了很多的能量 你从你的内心的能量 所显现在外向 已经能够射受了很多人了 那这位茶师一听 就因为老师也没有教他 只告诉他 你用你刚才那份专注 你能够活在 就是你的当下 你都能够很清清楚楚 每个动作的那个当下 你去面对你的敌人吧 他就去了 也是到达的时候 他也是这样 非常专注在每个当下 他就好好的 怎样 烧热水 怎么放茶叶 怎么样 他就好像在模拟自己 自己在当下 在做这些动作 那他因为在模拟 手上有这个动作 而且他是非常的祥和 非常的一个安详 临近 所以他跟他挑战的那个武士 看到他的这种的行为 他的那种表情 突然觉得说 到底对方 是不是有什么样一个 不可为人知的一种功夫呢 所以当他这个茶叙 他把所有的动作都做好了以后 他想说 接下来 该做什么 他唯有把剑一抽 往上一举 要劈下的那一刹那 他就停着 当时候 对方的武士 看到他那种气势 那种气韵 虽然没有那么 非常的浮躁 非常的一个嚣张 但是他的底韵 他那份的祥和 他那份的临近 反而让他对方觉得说 被他那份的那种气势 所射受 因为他不晓得 他下一步 他所使出来的 那功夫的底 他的底子到底是怎么样 所以这时候 武士就觉得 就马上跪下来 他说不用比了 我知道我输了 其实有时候人家说 这个满瓶水是不动的 半瓶水才一直在摇动 所以当我们自己 有很深的一个内涵 你有很深厚的一个东西 甚至对外在的种种的因缘 你能够很了知 你从这里面 你得到一个 你从里面得到 你对你自己的生命 那个很深层的 一个了知的话 其实你会从你的内在 你有一个很深层的力量 那种力量所显化在外的 你是跟别人是不同的 就像这个梁树敏先生讲的一样 这个鸡 你要让它成为一个 真正能够去 所向 就是说你到了战场 你没有敌人的话 你并不是用你外在 那种浮躁的气势 而是怎么样 让人家当下 看到是你那种能 所谓的那种力量的那种内涉 那种的那种的内涵呢 所以我觉得说 其实就像大师所说的 我们怎样能够去 在生活的当下 我不要去跟人家做比较 我们怎么样往内去观照自己 用佛法来生化自己的生命 当我的生命 跟活法能够相应 我的里面的力量 能量 具足的话 其实 你平常 不是让人家觉得说 你是很有 比如说你很会 怎么样去宣讲 或是说你怎么样 怎样的一个某一个行为 在外在的一个形式 但是你会从你的内心 是一种很真诚的 来对待一切的人等 所以就像这个梁树敏先生 其实我们的人生当中 我们时时刻刻 都是要来好好来修炼 我们自己的身心 对外在的一切 我希望我们都是用一种 很谦卑 很谦虚的心 来面对一切 我们最后祝福大家都能够 平安吉祥 阿弥陀佛 我们很谦卑 我们先当中的楼 今天我们什么都能够 我们先售炼 我们先当中的楼 那么比较 我们先当中的楼 我们先当中的楼 非常非常好的 谢谢大家 我们先当中的楼 我们先当中的楼